大家好,我是谢爱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美食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肉炒土豆片的做法 肉的选料选用的是羊里脊肉 首先把羊里脊肉顶刀切成薄片 大家都知道的羊里脊这个部位的肉非常的鲜嫩 而且这个部位的肉筋特别的少 这个部位的肉做炒菜特别的合适 下入少许的料酒,下入少许的精盐 下入少许的胡椒粉,下入鸡蛋清半个 这部要给羊肉片上浆 把所有调料和蛋清抓拌均匀 下入少许的玉米淀粉 把玉米淀粉和肉片抓拌均匀 最后下入少许的植物油 把植物油和羊绒片抓拌均匀 羊绒片到这一步就处理完毕 下面开始切至土豆片 首先把土豆从中间一切两半 然后把土豆切成菱形大块 再把土豆顶刀切成片 土豆片的厚度在一元硬币的厚度 土豆片切的不能太厚,切的也不能太薄 太厚不容易炒熟,太薄没有口感 再洗干净的青椒两个 把青椒一切四半再切成青椒块 如果有能吃辣的朋友可以把青椒换成尖椒 或者是加一些红的小米辣 接下来切点呛锅的小料头 生姜顶刀切成姜片 蒜子顶刀切成蒜片 小葱白顶刀切成小葱段 所有食材到这一步就准备完毕 下面给大家详细解释制作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下入切好的土豆片 土豆片焯水,焯的时间不要太长 水开锅以后焯水十秒钟 把土豆片倒出备用 如果焯水时间过长 会营养土豆片的出品口感 起锅烧热 锅中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把锅划一遍 背部也叫做溜锅 溜锅的目的是羊肉片花油 是以免羊肉片粘锅底 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植物油 下入羊肉片,羊肉片花油时 一定要热锅凉油 下入羊肉片以后 快速的用勺子把羊肉片打散 这样能让羊肉片均匀的受热成熟 锅中的羊肉片完全变色以后 把羊肉片倒出 锅留少许的底油 下入葱段姜片蒜片爆香 下入青椒块炒出香味 炒青椒这里的菜肴 青椒千万不要飞水 可以直接把青椒煸熟 这样青椒炒出来非常的好吃 下入土豆片快速的和青椒翻炒均匀 烹入少许的生抽酱油 激发出酱油的香味 下入少许的老抽增加颜色 下入滑熟的羊肉片 把羊肉片快速的和锅中的食材翻炒均匀 下入少许的精盐鸡粉和胡椒粉 把调料快速的翻炒均匀 淋入少许的香油和米醋 大火爆炒炒出锅气 即可出锅装盘 菜肴的触品颜色看起来非常的美观 有食欲 菜肴的口味也非常的好吃下饭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再来解释 再来解释